大家好,我是老黄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那是就是分享了一则新闻 就是关于中共警察 在伦敦设立了两个非官方的警察局 来追捕他们想要抓的人 包括政治异见人士 那么他们的名称当然起得很好 所谓的海外的服务中心 那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个事情呢 其实他们英国人也注意到了 我告诉你 这个新闻我是怎么得到的 是一个英国人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这个新闻的 他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新闻 然后通知我 他说你可能会对这个新闻感兴趣 所以我就立马看了 然后立马就做了这个视频 有些外用担心 他说这样子呢 是不是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在担心 这样的事情哪一天就落到他头上 我告诉你们不用担心 这个一旦发现了立马报警 你要是英语不好的话 你跟我联系 我替你报 但是呢 你最好在报警前呢 把证据给他落实了 甭管什么证据 电话录音也好 视频也好 拍照也好 总之 你要花一点时间 周旋一下 不要急急忙忙 就立刻把这个事情 给曝光掉 你等到你证据拿足了以后 你去报警 有什么好处 一个警方他有充足的证据 这对报警的做实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英国他是讲证据的 还有一个 你手上拿到这个证据 如果你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话 那么我就不用说了 对你会有什么好处 这个我想你心里都知道 下面呢 我再谈一个新闻 跟大家风险一下 这是9月7号的一个新闻 在英国的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报道的比较显著的是英国独立报 这个标题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北京追捕在海外寻求安全的中国教会 一家华人教会的成员 正在泰国寻求庇护 称他们面临国家骚扰 和可能被驱逐出境 这个采访的记者是美联社的记者 这个标题呢 刚才我念了 然后时间呢 是今年的9月8号 也就是10天前吧 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的 曼谷在飞往泰国寻求庇护几天后 一家中国教会的成员 聚集在一家餐馆 与记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但是当他们看到有陌生人 在用手机给他们拍视频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跑散了 他们担心中国的国家安全局的人 又来找他们了 这是在泰国 这个一个牧师姓潘 他说呢 政治压力越来越大 意识形态控制越来越严厉 深圳归正会 他这个教会的名字叫 深圳归正会 他是在深圳的一个基督教会 这个归正会的流亡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 中国政府将如何越来越严厉 越来越多的控制 他的国民的宗教信仰 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 远在国外 边境 就几百公里以外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泰国 在泰国前面 他们是在韩国 他说 自从三年前离开中国 前往韩国度假圣地 冀州岛以来 这个潘穆斯的61名这个教徒呢 尽管他们已经逃离了中国 到了数百里公里之外的外国 也就是韩国 但是仍然遭到跟踪 骚扰和威胁的电话 还有信息 在中国的亲属被传唤 审讯 恐吓 有一个案例中 就中国外交官拒绝为会员的 一个新生儿 签发护照 导致这个婴儿无国籍 政府针对教会的策略 与他们针对海外维吾尔族人 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 以及那些被指控 所谓的腐败逃犯 他们的这个策略是相互呼吁 什么意思 就是迫使他们返回中国 在中国基督徒只被允许 在隶属与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 宗教团体的教堂里面做礼拜 但是几十年来呢 当局基本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容忍了独立的 没有注册的家庭教会 有的也说地下教会 他们有数千万计信徒 可能超过了官方团体的人数 然而近年来家庭教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许多著名的教会都被关闭了 与之前的镇压不同 例如北京镇压这个法轮功 将法轮功作为一个邪教精神运动 北京还镇压一些 没有明确反对政府的一些教徒 就有些宗教它根本不反政府的 但是呢 他们也镇压 因为共产党嘛 它无神论则 其实呢 他们就害怕的就是宗教 因为宗教对它这个政权会造成威胁 潘式教会的大多数人员 都是已经结婚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孩子占了大约有一半 也就是这个教会的教徒呢 有一半是孩子 这个帮助这个基督教会组织 对华援助协会的有一个叫创始人叫包博富 他指出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 加强对宗教的控制 旨在消除外国影响 并加强国家安全 什么叫国家安全 富说 他们不会去公共场所 他们不会去试图去羞辱中国政府 他们只是想要宗教自由 中国外交部在自评这个评论的时候呢 就是要求自评这个新闻信息的时候 他们说呢 这个事情不是外交问题 也就是说拒绝回答 潘所在中国传教并非是一件义事 自2012年以来成立教会以来 由于当局下令 房东呢将他们拒之门外 所以这个教堂就不停的挨家挨户的搬家 警方密切跟踪教堂聚会 记录参加者 有多少人多少人名字 不时将这个潘慕斯呢 拉进来呢 那个审问 在他们发现 这个姓潘的呢 后来被任命为废城 就是美国废城那个长老会的这个教堂后呢 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麻烦 更尖锐了 因为你这和海外有联系了 因为警方就开始关注 他在海外的关系 他们想把中国教会 于外界割绝 如果教会 如果是只能在这个国家 不能和其他 因为教徒他们是没有边境的 如果你这样子割绝 这个宗教还叫宗教吗 它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宗教 在2019年 数百万人走上香港街头 那个抗议这个北京政府呢 那个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之后 这就变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这就是说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他说呢 这个潘慕斯说呢 他们与抗议活动根本就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在深圳 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接任的这个这个接壤的这个和香港接得很近 深圳市呢 当局就根据准戒严法 出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教会呢 就受到了更加的严厉的打压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派牧师就决定 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大家表决 就教堂里面教徒 大家表决 最后大多数人选择 离开中国 当时我想 等事情平息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可以回去 这是教会的一个教徒 姓聂 叫聂云峰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个事情会变得那么糟糕 今年年初他的父母呢 被警方传唤 就询问这个姓聂的信仰 还有他们其他数十名前往 韩国的这些教会的教徒的亲属 都被警察审问 从湖北省中部一直到热带海南岛 全国各地的官员呢 都在威胁这个教会 这些教徒说 如果你们不回中国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韩国了 如果你们不回中国 他们将没收 或者取消他们在中国的国家福利 或者关闭他们的生意 他们威胁说 你们的后代将会受苦 他们告诉和威胁 威吓这个聂家的父亲说 叫他们现在就回来 否则他们将面临严重后果 警察找到了 潘的兄弟姐妹和母亲 他们指控潘 潘国 勾结外国势力和颠覆国家政权 潘霍德并和美联社记者 这个进行了接触 然后他拿出了证据 这个呢 他表示呢 这个证据表示呢 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受命调查该教堂 那么这个教堂呢 他们在韩国的时候呢 我估计他们想去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所以他们和当地的美国官员进行了会晤 但是呢 他们清楚的表明了 也就是说 美国官员告诉他们 清楚的表明 避难前景暗战 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不愿意接收他们 这个怎么说呢 经常有网友问我 他可不可以到这个大使馆去申请政治庇护 那个大使馆去申请政治庇护 我告诉他们都走不通了 除非你是特别著名的这个政治意见人士 一般草根 普通老百姓 甚至有一点点名气的 也不行的 你一定要进入这个国家的国境 你才有可能申请政治庇护 才又进入这个司法程序 你要想跑到他的一个大使馆里面去申请 几乎是那个浪费时间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教会呢 他们就离开了韩国 前往泰国 另外还有个原因离开韩国 就是说韩国呢 对难民呢 不友好 因为他们这个文化和种族的性质吧 可能的嘛 他们对难民不友好 政府统计呢 有统计数据显示韩国 在去年啊 批准正式难民 这个比例啊 还不到1% 所以相当相当的少 这还不错啊 和日本比起来 还算好一点 日本几乎是0%了 于是教会决定再次逃离 周一 后来他们就跑到了泰国去了 然后周一 这个教会的教徒呢 就聚集在这个曼谷呢 曼谷呢 有一个联合国的耐民署 或者耐民办公室 他们聚集在门外 大家可以看这些照片啊 这些照片 他们手上拿的文件 申请政治庇护的文件 他们把这些文件呢 就放在这个 信箱 这个入口处的这个信箱上面 这些照片都是记者发出来的 在曼谷 成员们分散在不同的酒店里 并在这个 Zoom 就是网络上 一个聚会软件 他们在网络上面 进行周日的礼拜活动 因为他们担心聚集在一起 有可能被泰国的这个国家安全 不是泰国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人 在泰国 他们有很多人在那里活动 他们担心被他们给追踪 中国警方啊 他们每天都在祈祷 担心不确定的未来 这个教会呢 有一位长老姓谢 叫谢建青 他说呢 这个过程呢 都一直非常艰难 因为他们原来都在深圳工作的 深圳这座这个闪闪发光的 高科技的大都市 他们是在这个城市工作的 教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白领 现在他们不得不习惯于 他们在韩国的时候 就要在韩国的冀州岛 就是要做这种采摘水果 挖土 要为生吗 然后现在他们到了泰国 也一样面临的生存问题 他们的未来 对未来都是不确定的 非常的阴暗 不过呢 这个谢长老说呢 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在中国他无法为孩子提供 孩子想要的宗教教育 因为公立学校都是强制性的 并且规定了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的教程 他说在国外 他的孩子可以了解他所信仰的那个上帝 他说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他说上帝总是有最好的计划 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